3 2 1 在台北市長蔣灣與駐台北印尼經貿代表處代表翼爸等人共同啟動下 2024台北開災節活動正式開場 第二次以市長身份參加開災節活動的蔣灣期盼 藉此展現台北市友善多元共榮的精神 持續打造台北市成為穆斯林友善城市 開災節其實從開辦以來 我們就結合了非常多元的活動 包括有舞台表演、草地歌唱、清真美食 非常的多元而且精彩 今天天氣又特別好 看到這麼多的好朋友來到大安森林公園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興 台北市我們一直以來 特別致力打造一個友善多元共榮的城市 所以我們很努力在推動各個方面成為穆斯林友善的環境 所以我們推出很多穆斯林友善認證的工作 包括對於餐廳、旅館、醫院 我們都有穆斯林友善的認證 到目前為止 台北市總共有超過七十間旅館還有景點 是穆斯林友善的認證 所以我們會持續努力打造台北市成為一個歡迎所有 穆斯林好朋友都願意來到這邊觀光旅遊工作常駐的地方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我很喜歡吃這種酸酸辣辣的 謝謝 腳灣也在知名便利商店現場 首度設置的智慧零售車 親自品嘗穆斯林友善食品 直說非常好吃 腳灣同時分享 在官方民間合作努力下 台北市也被評定為國際最具潛力 穆斯林友善旅遊目的地城市獎 有一間穆斯林旅遊景點的推廣機構 它對於全世界各個城市做評比 台北市是成為最具潛力穆斯林友善旅遊的城市獎 所以我們也將這份殊柔分享給所有的好朋友 那剛剛我們進來的時候也非常感謝很多的企業 願意支持 包括像全家Family Mart 他們就有一個智慧巡迴餐車 來提供很多穆斯林友善的產品 剛剛我就品嘗相關的食品 還有很多的麵包等等 其實就希望能夠讓我們穆斯林朋友 在台北市生活都能更加的方便 活動現場除了有精彩的舞台表演 裕三十家清真市集與美食攤位 還設有移工多元舞化展等 豐富多元獲得參加的穆斯林朋友高度好評 還不錯很熱鬧 很熱鬧 對對對 這樣子我們有時候出來一下一下 偷偷去就有一點開心 謝謝你們喔 台灣我們謝謝台灣 很好很熱鬧 很高興啊 有哪一個部分讓你覺得比較好玩 是這個都好好玩 台北市政府官方傳播局方面表示 今年除了延續深受民眾喜愛 點歌歡唱的草地同樂區 還規劃有四項文化體驗 包括穆斯林服飾體驗 伊斯蘭藝術碑碟彩繪 印尼眾編製於品味 及台北清真生活走毒 讓民眾能進一步認識穆斯林文化 另外賈王安新一天 也到大巨蛋參加籃球活動 對於知名歌手周杰倫在社群平台透露 在等大巨蛋 賈王安在被記者問及此事時表示 目前大巨蛋依照合約 仍以舉辦體育賽事為主 而且遠雄方面也還沒有提出 要舉辦非體育活動 如果有將嚴格審查 目前遠雄並沒有向師傅提出 舉辦非體育賽事的活動申請 但如果遠雄提出 我們一定就會透過跨局處的會議 來進行嚴謹的審查評估 所以只要是安全合規的前提之下 我們其實都非常希望 讓大巨蛋能夠提供給市民朋友 更全面的體驗跟效益 記者張其燈台北報導 在愛心可以 對 在愛心可以 對 對